我幫譚善宇問一下 他說怎樣看芯片短缺問題 他說因為朋友做半導體物流 就說上海封城真的很影響 就說想問一下其實對1992 就是對1992、Apple、Tesla有多大影響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好像表面正正在問很片面的事情 但其實衍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資訊要說 因為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如果你說就在晶片的供應上 我自己覺得其實疫情的管控上 其實他們如果要放寬 其實他們應該是最容易放寬的 因為本來他們的廠都已經是無菌 其實對他們來說不應該有那麼大影響 第二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看到很多不同的 就是說環球一點的晶片箱上面 其實那個庫存其實沒有之前那麼緊 雖然相對都是緊 但這個相對是相對以前好幾年前 但另外最比疫情之後 其實現在不算很緊 所以其實現在我相信 你說除非疫情管控 多拖多一個月 再多幾個星期 否則其實就不應該再有太大的優惠 因為大家其實頂到一下 即頂到五月應該頂到一下 另外另一個位置就是需求面絕對不是問題 你看到就像最近ASML 昨晚出完業績 其實大家都看到需求面是實的 需求面實跟究竟增長夠不夠 是兩件事 但需求面是實的 變成了其實就好像剛才最後的問題 就是究竟供應鏈會不會令到992 Apple那些東西 我覺得短期會有一點 但我覺得其實不… 即供應鏈是一個解釋 即是最好的一個excuse 即是如果那份業績不行的話 因為其實到最後 我覺得那些公司都是看一個 需求訂單那件事 即是有一點點像中市 即是剛才雖然第一節說Tesla 只是想補充一點 剛才說到那幾間公司 無論Apple、Tesla 還是剛才那些 其實華爾街那邊 其實那些分析員是有說過 短期因為封城這件事 大家理解的 他們看的位置是甚麼 看這個demand 會不會突然間少了 應該是不會的 還有Apple上面 我相信自從它出了 接下來的subscription model 其實這個生態圈上面 我相信越來越多人 開始理解它 如何將它的生態圈 完全更加完善化 所以Apple這些 除非它出現很大的供應鏈 我猜如果再嚴重一點 是世界性有些事發生的 如果世界性沒甚麼 再有這麼嚴重的事發生 理論上 例如Apple這些 大家會開始不斷去嘗試 有位子就去吸 補充一點 Apple最近短期 我自己的股份業績 我不敢給得太好去 原因是Dollar index太多 美匯升得太多 它在其他國際業務上的外匯收入 始終會有少少拖低它的業績 明白 我不甲 法 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